被誉为最美那古堂的就是万南乡这一波离金字塔造型设计的生命园区 目前一二期工程已完工 包含周边空地设置儿童清水公园 设置人形步道 汽水池 沙坑等 目前第二阶段将针对游戏区 人工吸流及设备升级等设施 生命园区从启用到现在也进入到第二阶段了 我们第二期工程在今年一月也获得县府的启用开始来使用 其实生命园区我们所呈现的一个意象就是 希望能够由一种罗浮工比较新颖的一个造型 来表现不同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旅程的一个概念 万南乡掌灵国盛强调希望扭转过去墨园的阴森形象 展现的是生命教育的意义 尤其清明祭祖时节到来 期盼民众来缅怀祖先思念亲人时 也可以带着孩子来趟亲子小旅行 在清明前夕 国顺再次呼吁大家 对我们生命园区能够用更开放 更文化 更精神的 更内涵的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园区 生命园区 那另外再补充 我们之所以把我们的儿童清水公园盖在我们的生命园区旁边 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循环 能够把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休息的地方不再是当作是一个坟墓 不是 而是一个思念的地方 香港强调虽然是生命园区有些人会忌讳 但也有许多人走进园区来散步拍照打卡 加上儿童清水公园的设置 让越来越多人注意到这特别的园区 未来将陆续新增许多设施及教育文化内容 让园区作为生命教育基地 记者不一定留见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